今天的时间以来,蔡英文当局大肆进行台独分裂活动,当当外部访华设立马前卒,处行纪律制造两个中国,一中一台。 这些台独分子之所以如此嚣张,除了是仗着美国撑腰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是他们一旦发现情势不对,可以随时脚底抹油开溜。 然而,这些台独分子真的以为只要逃离台湾就能万事大吉了吗?事实绝非如此,就在近日,蔡英文等台独分子就收到直白警告。 据媒体报道,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钦,8月26日受邀来到了CCTV4涉台时事新闻评论,海峡两岸栏目组。 节目中主持人提问,如果说这些台独分子在境外进行台独分裂活动的话,我们是否可以实施管辖? 对此,霍正钦给出了肯定的答案,他表示,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条规定了属地管辖,据此,在中国领域内犯罪,适用该法。 这一条还规定犯罪行为或结果有一项在中国领域内,就属于在中国领域内犯罪。 该法第七条又规定了属人管辖,对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外犯罪的,也适用该法。 所以可见,台独亡国分子,不论在什么地方,实施了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,都受到刑法的管辖。 主持人继续提问,如果有的台独分子逃到海外去了,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对他绳之以法呢? 对此,霍正钦表示,对于在海外的台独顽固分子,将绳之以法存在时间上的一些困难,但是我想国家绝不会容忍台独顽固分子在海外逍遥法外。 我们可以通过多边或双边的刑事司法,协助条约将之缉拿归案。 据悉,目前,我国已经同世界上巨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刑事司法合作机制或联系,与80多个国家地级签署了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条约。 对于潜逃国外的犯罪行为人,国家将通过通缉、引渡、遣返、境外击捕等多种国际司法合作方式,将嫌犯缉拿归案,绳之以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